打出叉子 这样摆的目的是为了模拟一下 旁边有工件 他们正常工作的时候是不需要摆的 有缩量的压扣 这压扣 如果不需要的话可以把灯打开 这时候参数已经设好了的话 就可以直接进台了 比方说咱现在用的右台 就选择到自动 然后右台 然后按这个按钮 或者说按那些按钮都可以 就可以 可以工作 按了啊 这时候如果睡了的话 可以通过这儿的观察窗 来观察里边的里边的状态 可以通过这儿的观察窗 我观察窗来观察里边的状态 我观察窗来观察里边的状态 这时候这个表和那两边的表都会骂好一起 这个表和那两边的表都会骂好一起 这个表和那两边的表都会骂好一起 这个表和那边的表都会有压力 因为是右台工作 所以右台有压力 这时候阀门打开了 所以说两个爪的压力是平均的 因为左台没工作 所以左台就没有压力 这边的表面 当时的表面 其实不太会 我说 这边的表面 不太会 我看着 其实朱热的表面 你曾经有了 也不正常 这边没有配料 又可以了 又可以了 这边的最少哑光